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哈斯拉ConsumeLive官方中文解说 乔治给带来的是5月16日的手牌基金解说 第一手牌这里也要在Hijack位置圈石杂色 加主导200 其实圈石杂色这个牌 我觉得玩起来一定是要有位置优势的 没位置优势是很难玩的 那这里 Dylan选择用圈九杂色防守翻牌 直接冤家 这里L击中一个三条 Dylan天佛耗死 转牌当三 双方转牌 这里Dylan过牌 L也过牌 哎呦 完了 完了 这里L肯定觉得自己大了呀 这Dylan看一下自己的牌 我看一眼自己一个天佛耗死 而且在这个双攻队的面上 自己打一个满池 被L反手满池做加注 这里Dylan很快的all in出来 我这里L可能觉得自己 应该是能想象到输圈九这手牌吧 但这手牌很难负啊 主要是后面这两张三发的不好 哇 如果这手牌能负还是挺厉害的 不过说实话这个场景里已经没有机了 就是你就只要想象对手是不是圈九这一手牌就行了 这里没机啊 这是这里唯一的问题就是你尻下去就 就是只是分钱而已的 没有没有银牌对吧 就尻下去只是分钱 但是如果是分钱对手为什么不尻那个五千的他不怕吗 就我自己打了个满池被你锐了一个很大的 甚至都不是三倍的size 我不怕你有圈九吗 对吧 想明白这点我觉得就够了 我不怕你有三三吗 这里我觉得没有什么场景了 就是这里没有任何的尻下去分钱的可能 好货 这手牌我觉得A1还是很纪律 不能有侥幸心理 这里第二手牌 翻前是Mariano做的加注似乎 翻牌都没动 转牌这里Mariano变一个5678 Trian Donkey有一个中队 这后手好少啊 后手只有2,900 Mariano靠平 合牌 哟 后门顺道了 这里如果Dunk要打的话那基本上就是 后手还有1,900 没有什么Full的空间了说实话 这里合牌感觉是不是可以check call啊 不过可能check call其实Mariano也就是 直接打你后手没区别吧 输一些两对 勾8两对 然后 4,6,6,6,8两对吗 大概这样输一些这样的牌吧 甚至极端一点24两对 因为 翻牌大家都没动嘛 那你其实是可以输一些这种 翻牌上的抵队过度到合牌的 我觉得这里 哦呦 这还有1,900也能破吗 牛的 牛的 还有1,900 后手 找不到银牌 这里要A4 A4草花 前卫的Open 没人玩 没人玩 Dylan 抓位 Dylan抓位 49黑桃防守下来 翻牌 都中4 天花面 这里A4 顶踢的同时 还有一手卡顺 转牌又是一起中4 这两个人什么情况啊 这两个人 第一手牌就是三条打Forehouse 现在就是 三条 打三条了 我想一想 这里Dylan 我觉得要冷静一点啊 不要太太激 太激进 Dylan做了一个很大的加注 因为这个面还是存在一些天顺和 天花的 你虽然中了这个四条但也不见得说这里一定是 中了这个三条 但也不见得说自己一定是很大的因为 首先还有Forehouse的存在 而且你这个踢脚也是比较诡异的踢脚 合牌过牌 在这个面上我估计L也不会打 果然这里双方check check合牌 那L 售出一手A4 我觉得这个L可能是觉得对手有很多的买牌没中 也有可能不会支付 他也不去 不太想去找麻烦 他可能觉得自己打了以后可能会碰到很多奇怪的问题 这里 36黑桃的open DylanK圈 杂色没300 一直轮到Tom这个很怪的 圈六红桃来做300 Francisco勾勾勾勾300 Hurry这个牌 89黑桃小茫也没位置 也选择去 靠这个300底池 三人300底池 那这里 要看谁能中了 翻牌A23 对于Tom而言他看到张A肯定是能打 Hurry这里有一个买花肯定也要扛一枪吧 选择了过牌 A23这个面 感觉从整体上而言就是你不能看这个大芒现在是用一手圈六红桃去 在翻前挤压的整体上而言对于他的范围还是有利的对于大芒的300的挤压范围 Francisco敌过我打 一枪中主 Hurry要买吗 主要看这个A的帽子很难受啊 他算是觉得这里Francisco这个零打出来 我不知道怎么想 他应该会觉得奇怪 反正这一趟不做纠缠 转牌转牌 哎哟转牌就到了 但是这里Francisco自己收的也有一张黑桃啊 他可能也不是很慌 有位置的情况下 这里能过牌去到和 和牌免费看一张 说不定也能 反超Hurry啊 这里 胜率这么低吗 是没有黑桃了吗 就3% 和牌单五成顺的没区别 双方都不太有特别多的 Hurry也没有再去做动作 在前卫 Francisco勾勾有开牌价值啊 如果Hurry前卫过牌 我觉得这里Francisco能打 能过牌开牌的 还是想要去打掉对方的A 这都能顺别小的 我这里也被Hurry秒call 这里 这里 这个coco很奇怪我觉得 我觉得你coco在这里有一些开牌价值能赢对方一些也是被A盖帽的对子 就比如说8899这样的牌的 对吧 没有必要再去打了 不会找到比自己小的牌 Ariano KK 面对也要在枪口位圈柳红桃的开池 这里久久也仅仅是跟住 敌人A10杂色在小盲位 4Bat出来 没后手了 跑马了 这个4Bat出来就没有内容了 找到钢板 这一期A10杂色4Bat肯定是一个Buff了 但是遇到这种情况也没办法了 没事有一张A就有30%好吧 打KK就是这么个故事 只要有A就有30% 看一下啊 哎呦翻牌 虽然Maria都中了顶赛 但是 还没死Dylan 来了花射双抽 还没死 有没有说法 勾 有没有草花 从这个翻牌圈几乎死牌 一下子转牌圈多了20%左右的胜率 哎呦来了 下风期还没结束 我只能这么说下风期还没结束 他没有做错什么 但就是没办法 Francisco实时紧紧去跟住这里Maria都的开持 哦不是 是麦克先跟住 这里还没轮到Francisco Francisco先是在加一位这是Limp 这里 一手AA Francisco 麦克X还好没进来 我只能说麦克X还好没进来 进来就死了 进来就炸了 这里 找找看呗 怎么办呢 太大了 随便找找吧 三分之一不到的下注 先看看能找到谁 这实时还能尻这个1500 我觉得也是很匪夷所思 哎呀妈 这里 这里 麦克X这个后悔啊 内心说 啥情况呀 我这Full House不给你 不给你整得服服的 但其实这个面K圈真不大 对手这里可以有AK 他赢的牌是圈圈 对手可以有AA 麦克X 哎呀这嘴角快压不住了 比AK还难压 那心就是想哎呦我怎么没进来呢 还想笑你在表演什么 他才那心你在干嘛 我说实话 我觉得Francisco这里实时是不能再抵抗了的 哪怕对手打是两枪小柱 在这个面上都不能再做过多抵抗了 因为这里盒牌发一张钩 可能就要出问题了 你不知道自己在买死牌还是在买活 好 记 记 完了 完了 我说实话 这个实时真的是没道理扛去扛这个两枪啊 但现在他赢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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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算中了这张石赢什么呢 赢什么呢 赢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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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难道传说中对手的A勾 赢对手的A圈吗 K圈在面上 AK在面上 AA在面上 圈圈在面上 这个实时 我觉得 虽然盒牌中了 但是这里就尻吧 你这里加住出去找不到比自己小的牌的 你这里加住出去找不到比自己小的牌的 那你好吗 是 我只不信他 他仅仅去找不到 他仅仅去找不到 这里 16赢出A MAKX一下震惊 哈哈哈 MAKX直接震惊住 MAKX 沈大钱 SEN大钱 MAKX沈大钱 好开心 MAKX沈大钱好开心 MAKX沈大钱好开心 嗯 这手牌又是很有打起来的趋势 Dylan的99做挤压 Henry A勾的开持 A拳杂色 怎么办 A勾先走了 A拳杂色有地位置去call3bat 嗯 好怪 Limp4bat 这Howard这个Limp4bat就显得有点 很怪 我只能说在Dylan的视角也很怪 而且Dylan没什么后手啊 他没法给你打翻后啊 他不可能啊 他call5000剩下13000给你打翻后吗 不现实的呀 那这里Howard感觉给自己找麻烦了有点 虽然是一个55开的跑马 但这手A圈我觉得没必要这样打 就是你实在想打 你call下来自己有位置优势去打一个很单纯的翻后就好了 这双方发一次 诶 全是黑桃 诶 有A 黑桃 胜质胜利还影先一些 诶 两头有 诶 两头有 诶 哟哟完了 诶 哟完了 诶 其实我觉得这里 所以可能打翻后双方也要打光吧 也不是打光吧 就也要打起来 你目前都看不到牌 没关系 汤姆是翻前的加注者 翻牌圈圈二 那这里过牌给汤姆 看汤姆怎么表演 这个面上应该是对一个 加二位置的翻前加注的 全范围下注 一个三分之一小注 汤姆是一手五八同城 L又中trips了 又是圈十 又中trips了 圈圈二的面上直接顶 对手乏善可陈啊 汉瑞什么 汉瑞后门哗 扛一枪 那汤姆说要不我后门的话 也扛一枪 但是他在这一刻 这里汉瑞这个K8红桃好黏啊 转拍一张五 自己已经没出路了 这个面上 汉瑞想表演什么 想表演自己有圈吗 当然在L做了CR以后 这里 汉瑞去CALL下来 看上去还蛮唬人的 我只能说 转拍一枪 这手牌 打两千四 也不多呀 在一个五千七的底池面打两千四 我觉得这里L有没有办法把持空下来是关键 他只要这里把能把持空下来 然后合牌去做CHECK CALL 这手牌 是一个最安稳的状态 不要让这个底池爆炸 我认为这手牌 我认为这手牌 这手牌是在CALL CALL2400 那就看合牌这里 Henry能打多大了 但这里合牌有点巧儿 Henry 合牌有一个对子 而且是除了三条以外最大的对子 他是有开牌价值的 Henry前卫 所以L这里前卫我在想 他是不是有打阻止住的可能 但阻止住的问题是由于对手在转牌去开枪了 如果这个阻止住吃到Race 是一定要副牌的 Henry前卫是选择的过牌 Henry 合牌这一枪应该是很重的一枪 打了一个70%下注 那这里也要转牌控住牌了 对吧 转牌已经控住这个底池了 合牌轻松check call Henry这应该是纯想搞 结果找错对手 这Henry 这Henry K6杂色 Francisco 39红桃 翻牌中中队和顶队 过牌 Francisco 还会出现3枪 fond吗 第2枪 没什么 注意 然后 陪属 asio 帮牌 成型 准备 暂停 这一枪 没有什么翻牌打超时的牌转牌是能停下来的 芳西斯科动线是很怪的 这就是Howard前卫的一个阻挡住 1500 芳西斯科加住到6000 这样理解只能理解对方是10勾了 或者89 只能理解对方是10勾或者89这样的牌吧 因为Howard这里翻牌圈去扛这个超时 他的K就是在芳西斯科的视角里面 他会以为Howard的这个K的踢脚很大 大家转牌这一圈看到圈 可能认为Howard会有一些潜在的两队 他不敢动 然后合牌这里能够在你前卫打这个下注打出来的情况下 只能会理解你是K圈的牌 而Howard自己手里的牌其实还不K圈 所以这个阻挡住其实被加入的是要副牌的 但是没听懂物质 靠下来学习学习 看到一手奇怪的三条 那这里只能说歪打正着吧 这手牌 我不觉得Francisco自己打得多好 但这里中的很关键 那我们这一集就到此为止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下期再见 拜拜